这个 我真的是太忙了 什么太忙 这儿也 dispon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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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你知道 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家里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应该在外边多担当 多去挣钱 然后让家里边能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这样我觉得还是一个男人在家里应该尽的责任 但是他现在呢 他现在又要让我有物质上的满足 又要让我有精神上的满足 我真的是非常的为难 挣钱为了什么呀 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吗 那我说 我提了一次说咱们出去里趟游 你都不去 那你定的日子我怎么去呀 你定的日子正好是婚礼的旺季 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吧 再说我为什么非得要去旅游啊 不就是因为结婚的时候 你也妈 来蜜月旅行都没去 你说孩子越来越大了 属于咱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 我弥补一次不行吗 咱们一旅游就要去好几天 那现在生活水平这么高 以后孩子要上幼儿园 要上小学 你还给孩子报了早教班 那现在这些钱 我不在外边努力 不攒些一点钱 怎么给他以后更好的教育和生活呀 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用钱代替不了的 比如说爱情还有情情 我就是现在觉得你特别的不理解我 我知道你在外面忙 别人的幸福是幸福 那我的幸福就不是幸福吗 女生是不是觉得 你的爱人一心一意都去挣钱了 但是钱挣回来 你反而是不快乐 对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你看我这么玩命的 这个打拼去挣钱 结果回到家之后 你还是一肚子的抱怨 你也特别不理解 我现在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我真的是特别的不理解他 我在外面真的是非常努力了 就两个人都互相不理解 是吧 对 你也有什么打算吗 针对现在这个婚姻现状 我就是希望他把副业给辞了 那你说咱们两个工资加一起 是多少的收入 我的副业能挣多少 你都知道的 如果我把这份副业辞了的话 那咱们的生活水平 真的会降下一个格 到时候我真的围着你 过耳瓢盘地转的时候 那咱们还会产生其他的矛盾呢